解码潮流 锁定时髦 欢迎来到我首期的 非常时髦 毫无推荐 还有来的我这个首饰 Double F 记得啊 大家都知道我的新身份 我再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开头的名字非常的长 天猫新选首席时髦经 就是me本人 It's me 9月26号的晚上 7点半 就是我的首播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 首播之前呢 我已经给大家锁定了几款 我自己爱的时髦单品 然后种草一波 首先呢 是one one one skin 这款面膜品牌的创始人呢 它有20余年的临床经验 然后结合了黑科技研发的这个产品 国内外 其实有很多明星都在使用和推荐过 它是长得玫瑰金的包装 它不是那种面膜纸的质地 它是那种果冻胶的质地 应该很多人都有用过这种 但是呢 它是我用过的果冻胶质地里面 精华最多的 你看马上就露出来了 因为它里面富含的丰富的这个 六胜钛和胶钛金 它可以很好的渗透基底 提亮肤色可以收紧 还嫩滑你的肌肤 它里面有烟纤案 可以去黄气 但这个呢 对我来说有一点大 其实我有给我周围的男生朋友有使用 为什么有人指的像何圆圆 其实嘴巴跟眼睛还有单独的这样的一小片 比如说你躺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敷在你的眼睛上 我跟你讲它的香味是真的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那种很高级的玫瑰香 是那种大马士革玫瑰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 叫鸡血草 它可以修补你的肌肤 经期我用的我觉得蛮舒服的一款面膜 我今天又是一个魔鬼的一天 昨天晚上是半夜12点结束的工作 2点多才睡的 然后4点半就被叫起来要去机场了 到这里的那一刻 马上把我的尾碎眼妆洗掉 然后敷上这个面膜 然后化了妆 大概七八个小时 妆面还保持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好 接着第二款产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水吧 NASISO ROJIGS 不用管它后面读什么 就叫了NASISO 简单易懂容易记 这个是FOR HER的这款香水 它是白色的 这款香水我第一次喷上它 先喷一下 因为它们家的香水 基本上都是射香基调的香水 而且它们家的持香都基本上比较久 你要挑选香水的时候 一定要挑选EDP EDP的香水是最浓和最持久的 大概长达6到8个小时 它的前调是淡淡的橙花跟茉莉 然后它的中调是它们家的基调 就是它们的射香 然后它们后调 我真的老是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的木香 整体的感觉是这种淡淡的优雅的 并且有质感的香味 比较偏中性女孩一点点的香味 然后其实它们家最开始有送我 各种比如黑色的 黑色的前调是桂花的 梅红色的那款呢 今天我没有拿来 红色那款真的是渣女香 这不是我起的 是我喷了之后 我周围的直男朋友 跟我说的 我们的导演 因为我喷了那款香水 马上就去买同款的 推荐完香水之后 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 花锡子的蜜粉 这个呢最早的时候 在李佳琪的直播间见过 上次去他的餐库 找货的时候我就想要 但是没有 所以花锡子过完马上给我借 我就马上用起来 这个呢是空气蜜粉 确实是国货里面 非常棒的一个品牌 它这个蜜粉呢 我觉得特别妙的一点是 它用完了以后 这个蜜粉会成膜 给大家看一下啊 本质非常的细腻 让你的妆效保持得非常持久 因为你出汗了 遇上水 不会那么容易的脱妆 就不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时刻 柔物质感就出来了有没有 而且它可以轻松的 隐藏你的毛孔 然后它里面有山茶花啊桃花 养肤的这种成分有非常多 我用到以后还蛮惊喜的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欧莱雅的蒸发棒 这个蒸发棒非常好用 虽然有一点重 但是它是这样子的啊 里面可以装水 就是你知道我们的那个 烫衣服那个挂烫机的原理 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要抽出来在里面放水 从这个小槽这边打开 然后灌水进去 然后再这样子踏上去 然后这里面有个开关 它这个里面有180度 200度和220度 为什么我觉得它好用呢 它好用的点是 就是我拉完头发 不怎么会起静电 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它非常有的 第二点就是 拉完以后头发非常的有光泽 它有这个小尺尺 这个小尺尺一定要最下面 往下拉的这个方向 而且它卷发直发两用 就欧莱雅的这款 就非常推荐 插播一下 重要事情说三遍 9月26号的7点半 好像那种魔鬼的声音 记得一定要来天猫新选王菲菲直播间 因为会有非常非常多 既时髦又时用的好物 等着你们 继续分享就是我身上这个 首饰 近期特别爱的一个首饰的品牌 如果有看我的非常完美 首饰分享的那一期 我有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MISOMA 这个牌子呢 是伦敦一个设计师的品牌 这个品牌它基本上 大多数是以金氏为主 银氏辅助 像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个舌骨链 它这个舌骨链不是这种片状的 它是925银 镀了18K金的金项链 它是这样方形的 特别的有光泽 而且它的长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你只穿一件衬衫 或者是一条V领的衣服 介于只带这个舌骨链 如果你想稍微的复杂一点 就像我这样子 双叠或者三叠都行 这个是比较出名他们家经典的 小硬币项链 它这个条项链是比较长一点点的 我跟你讲 方形这个舌骨链 你是一定要入手 它自己单搭也好看 它百搭也好看 配成他们家小的这个金翅的耳环 我跟你讲 你去哪里就是最酷的女孩 它也是无性别的 男生女生都可以入手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 非常时髦的百搭单品 近期很爱 Trump Forward的方形的这个墨镜 超级好看 超级无敌酷 超级无敌百搭 我最爱的其实是这款 它是有一点点烟灰色 透明质地的墨镜 移到我马上入手 真的是新款的新款 它就是因为它特别的方跟大 可以很好地修饰我们的脸型 比如说我的颧骨部分 让大家看不到我的颧骨 只注意到我的嘴唇 涂上一个非常性感 非常酷的一个唇色 瞬间两个地方就已经很吸睛了 就是那直面出击 侧面也很好看 因为它很简单 它没有什么多余的无夸的这种设计 Trump Forward的这个镜片 是可以遮挡99.9%的紫外线 因为它是上下都可以离开你的颧骨 就比如说你的睫毛啊 都碰不到这个镜面 因为它还有一点的距离 有点斜一点的角度 我是更推荐是这一款烟灰色的 真的很好看 搭T恤搭大衣搭皮衣都很好看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就是这款 我代言的 成也医生 VC377美白淡斑精华液 这款精华液呢 相信很多朋友有看 比如说我的小红书啊 我的非常完美啊 都应该有看过 我有一期专门去了 成也医生的那个线下的护肤店 它是富含1.7倍的377的成分 从源头阻挡你的黑色素的生成 它挤出来是这样 五白色的这个精华 很快的就可以吸收 但是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黑色素的生成 是多方位的 就让我去海边 我没有晒到太阳 就海风吹我 我也会变黑 本来我就是比较逆黑的这个体质 然后最近又在海南拍戏嘛 我要赶紧用起它来 恢复我之前的美貌 真的是要长期使用的 就是它不是说你用了以后 你就马上马上见效 大概用了一个月之后 你会明显的发现 你的脸色会变好 不是说啊哇 你一下白了好多 白了很多个色号 不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用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脸色 没有那么黄了 没有那么暗沉了 这个就是他们 真的很神奇的地方 最后一个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MK Michael Kors 的这个 Telly Bag 老花的这个腋下包 超级百搭 前段时间就是去了 MK的这个 Club Kors 越界之夜的那个活动 哇 那个活动简直了 精彩到一个步行 超级好玩 什么都有 非常非常好玩的打卡的地方 这个是我近期觉得 特别百搭的一个产品 然后比如说像我穿这个皮衣 是吧 黑色的皮衣 它搭也非常的好看 手提也很好看 白色的T恤也很好看 而且它 剧能装 好 这就是我最后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 今天这个天猫新选首席时髦金 非常时髦live的好物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有更多的时髦好物 请锁定9月26号晚上7点半 王菲菲非常时髦live的直播间 OK 一定一定要去 真的 我自己都很期待 我自己都有很多想要下单的东西 我们团队已经越越欲试了啊 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给我搜索王菲菲直播间 预约